最骯髒最容易接触到不同的人 我真的大开眼睛 穿着手套的时候搓了他 我就觉得我们很好奇地问他 你真的不觉得麻烦吗 他说是麻烦的 今天要和大家分析一下 为什么多伦多的武汉肺炎会持续高企 但是去到一些比较北的小镇里面 是会特别少的 这个绝对不是一个科学的研究 不过这个是个人去到一些小镇的时候 一些观察就觉得原来可能是这些原因 这几天就和生命当中 三个非常之重要的女人 女士和我一起去了多伦多以北 大概差1个小时15分钟的一个地方叫Berry 他们的人口只有差不多15-6万 大家猜不猜到多伦多到今时今日 官方的数字大概有多少人呢 和香港差不多 现在有600多万的了 快到700万 这几天都一直和他们有些家庭的时间 我妹妹是一个差不多30年的老华桥 但虽然她一点都不老 因为她和Twin sister 我们很好感情的 她一向和她先生很恩爱的 每一个月一定有一个短期 每一季就有一个长期 每一年里面有两个非常之长的游场假期 因为她做的工作 她觉得人生受了这么多高压的工作 当然要有些时间 给自己和她先生可以培养感情 所以她30多年来 她们的婚姻是非常愉快 但我知道大家 有没有搞错 她这么多旅行的 她觉得这个世界的钱不是代表一切 也很难得有个妹妹这样想 所以她的子女也很明白 她妈妈去得这么多 总之会放下她们 就给一些人 总之她这个星期就会去旅行 我妹妹去了很多不同小的地方 也觉得很有特色 今天来到Berry这个地方 平时这里有一个叫Horshue Valley 或者Horshue Resort的附近 那些人就可以滑雪 现在有COVID-19就没有了 说到多伦多 今天仍然是高期的 今天最新的数字是538宗的 最新的武汉肺炎 都是很严重很严重的 比较香港的 好像今天香港是12宗 所以是参天拱地的 而最新的差不多有82,000个Test 应该要做 但是因为不够那么多Test Kit 变了很多人就算去排队都移不到 这边的人是这样的 他觉得自己有迹象 他就会想去自己去验清楚 因为他都想不要接触自己身边的人 就是会影响到他 最近我们经常都听到一些 在加拿大 一个叫Social Bubble Social Distancing 社交距离大家听过 多伦多里面 或者这个Ontario里面 或者在加拿大 它们叫做Social Bubble Social Bubble 最初是如何 在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西方国家里面 比较Flexible的一个系统 就是那个Bubble 这个泡泡里面 大概十个人 总之不论你的亲戚 你经常都要见的工作伙伴 总之你来来去的这十个人 总之你接触这十个人 就是我女儿呢 就是最守这个规矩的 就是她都很少见我这段时间 因为为什么呢 我不在她的Bubble里面 因为她在Downtown住 我就在Uptown住 所以我又很多时候 又会出去接触很多人 她觉得这个Bubble 就是说你最紧要是 那个十个人的Bubble里面 就是大家互相认识的 可能是鄰居啦 可能是常来 visit 你的 補习老师啦 或者是怎样 那这十个人 包括你工作所有的东西 在这段非常时期里面 这十个人 哪个人买了东西 都可以accountable 但是因为最近这个 武汉肺炎突然间飙升了 因为为什么开学啦 大家互相接触啦 其实截至今天为止 安省百分之十七的数字 是来自学生的 大家就知道 学生一回来接触 就是密集式的接触 就多了很多 就令到这个Bubble的理论 就已经爆破了 这十个就没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你回了学之后 我就当你原本那十个人 其中一个是老师的话 他回了学校的时候 他会接触了很多学生 而学生有些人 如果有些中招的话 他就会带回到Bubble里面 你里面的人又中招 又带回给人 所以 暂时 多伦多里面 就给自己 其实原本早前的一个 Stage 4 就是那些人可以去公众场所 可以去餐厅 酒吧 气院 这些都 就是学校 游泳池 这些 总之公众的地方 都已经开回了 那现在可能 roll back 不单止是roll back 到Stage 3 甚至乎说 有机会是Stage 2 Stage 2 在多伦多是什么呢 就是真的好像香港 他有些少少是 你只可以走出去一些超市 就是买一些必需的用品 或者必需工作的人 例如邮差 一些医护人员 那些人 他们才可以去地方买东西 就变成了这个 social bubble 就是因为这样 现在每一天 如果差不多接近一千宗 的话就很麻烦了 那很奇怪 我去到这个十几万的小镇里面 那我见到那些人 可能因为小镇的风气 就是大家都认识大家 或者是一个 就是比较 就是游闲一点的生活 就是他们很遵守 很遵守 那个social distancing 之余呢 就是进去一间餐厅之前 就是虽然那些开了呢 那他们呢 是被后面的人全部进去 安排了 你就再进去 就是不会像大家跟得那么紧 而且呢 我觉得是 就是对这个 我想他对着一个小镇里面 每一个小镇都有一种性格的 那这个性格 Berry的地方 我见到大家都是非常之好客 是的 他都挺好客的 就见到不同族裔的人 来到这里 包括主流 就是这些面孔 都是很乐意招呼 但是呢 他们呢 就是会很好 就是很好地讲解 例如 就是在加拿大里面 就是你坐下 就可以立刻可以脱开口罩的了 就是喝茶 怎样 但是只要你一起床 要去洗手间那段时间呢 你就不愿意记得戴回口罩 那你待会如果要去走的时候呢 或者你需要去别的地方呢 只要你不在自己的位子的时候呢 就不愿意自己戴回口罩 这些是一些很功德心的东西 我觉得呢 在这些小镇的地方 大家呢 没有那么心急的 那还有一个呢 我觉得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我看到呢 一个在Starbucks 这边的Starbucks 就不是香港 放心 这边不是美心的 所以我们有去Starbucks 就进了去 想着今天呢 这边有些冷了 你见到 那我就去 想买杯热的飲料 那进了去的地方 那那个地方呢 就买了之后 那我们就要付钱了 那有散子 因为Angie有些散子 他给他的时候 很恩言接受那些散子 他不会说 你有没有Credit Card 你给他生肢 你知不知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 他做了一件很惊人的事 就是 你给他的时候 他就找一些消毒的简液 或者不是消毒简液 那些叫做搓手液 就把散子 在他穿着手套的时候搓了它 那我就觉得 哇 那我们很好奇地问他 真的 你不觉得麻烦吗 他说 是麻烦的 不过 因为这件事是对大家都好 因为钱呢 是最脏 最容易接触到不同的人 我真的大开眼界 竟然把散子 可以这样 搓完之后 放进去的箱子那里 那好吧 拿着一杯Amerikano 打算坐着喝点热东西 谁知道想坐着喝热东西的时候 他说不好意思啊 今天这里 他说得很不好意思 真的不好意思 这里很想让你们坐在那里 但是由于大家觉得 在这个镇里面 如果坐着喝东西 大家抹大口说话 其余之前的小心就没有了 大家都很尊重这个东西 买了一杯东西 结果要走出去 他还说了一个挺好笑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 他说我现在拿正牌 洗黑钱 英文是为什么呢 洗黑钱和英文字 他说 Money Laundry Money Laundry Money Laundering 就是说 因为洗钱 他说 我现在真的可以拿正牌洗钱 大家笑了一会儿 那 All the way 里面 就觉得 这几天 可以和家人去到一个 比较 妹妹介绍一些地方 是很有风土人情的 你看到 平时很逼的地方 今天再没有逼的地方 我看到他们的餐厅 反而小镇都有七成的人 他们不是一半的 他们坐到进去 只要守这些规矩 不像香港 一定是一半 留下 大家很尊重里面的规则 整个省给它规则 所以安省是惊人的 多伦多这个地方是惊人的 因为去到城市里面 大家真的很急 买东西 逼在一起 派对 但这里 我感觉到他们是不会 想有一件事 是令到对方受到伤害 而他们特别给自己一种自律 这件事我觉得 是值得反思的 因为这里的人会想 整体来说 既然有这件事在 不像在城市里面 你迫到我来 没办法 这边我很少见到年轻人 就算在这里 在一些比较远的地方 小镇 suburb 他们对于这些例子 是比较遵守的 我看到那些泳池 每一个小时里面 准30个人进去 因为这边有暖的池 有些jacuzzi 就是噴射那些 每个家庭 最可以占15分钟 这些东西 有这些很纯粹的安排 每人完全15分钟 他又出来了 在每一个同一个时间 是超过30人的 平时这些地方可以是很多人 但他规定了30人 即是说 如果大家要很接触到大家 就已经中了招了 所以也希望一些分享 即是今天见识到 即是 一个地方的特色 即是说 为什麽有些人 会常常想回到一些 小一点的城市里面 其实 除了那些空间 宁静之外 我觉得那个地方的特色 即是你见到不同的人 即是在大城市 和小城市 都有那种分别 都是个人情操 和整个社区里面 的一种气氛 所以我觉得 这个想和大家分享 亦都与此同时 就是觉得 无论你是香港人 是在香港 正处于水深火热 或者在海外的香港人 是那种情操 就是令到世界知道 希望大家继续小心 最紧要不要中招